在关心今天全台的确诊数字 在今天新增了335例的本土确诊 校正回归有8例 死亡人数36例 而从5月11号累计至今 已经有248人死亡 平均死亡率达2.4% 高出全球的死亡率平均值2.16% 对此专家小组召集人张上传表示 过去国内的死亡率很低 是因为患者大多是年轻族群 如今在这波疫情 因为患者都是中高龄为主 导致死亡率偏高 那么在今天记者会上 指挥官陈志忠也针对今天死亡的 36例个案只字未提 被网友留言很酸 说他不敢从嘴巴里讲出来 难道是台湾人的命不值钱吗 每天有几例确诊 成为民众关注焦点 指挥中心公布6号新增本土335例 校正回归8例 总计343例 死亡个案则新增36例 当中个案分布最多的县市 还是新北市160例 其次则是变成苗栗县75例 第三是台北市64例 明天起我们就不在 公布这个校正回归个案 现在已经也清查的差不多 那可能是很微量的 宣布未来不再公布校正回归数后 记者会上指挥官陈志忠 就开始解释苗栗疫情 过去都会宣布的新增死亡数 陈志忠却只字未提 6月6号新增36例死亡个案 完全没有对外宣布 这让网友留言很酸 20分钟内的报告不提死亡数字 现在记者会连死亡数都说不出口了吗 真的是怕爆 更批不敢从嘴巴讲出来 难道台湾人命不值钱吗 统计从5月11号爆发这波本土疫情以来 台湾平均致死率是2.4% 已经高于全球的2.16% 面对国内攀升的重症死亡率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名誉理事长黄立明表示 新冠病毒主要攻击中高年龄层 就会有较多的重症及死亡个案 现在疫情以往中南部扩散 如果进入老年人口更多的农业线 死亡人数和致死率还会上升 而北市联谊整合医学照护科主治医师 江冠宇则认为 短期内死亡数量会再升高 得再等三周才可能趋缓 我想全球的致死率 如果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就是2%到4%之间 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感染症病 病患都放在医院里面 危险性的时候没有办法 马上医疗组治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预防和治疗必须双管齐下 才能解决疫情危机 接着综合报道